自由消防局特種搜救隊及民間救難團體所組成 負責災害現場搜救任務 搜救安全措施 救援及後勤執政等相關工作 我們今天看到是我們義消通訊中隊 負責災區無線電進行聯絡通聯等相關資訊 有通訊車可以不中斷的支援我們無線電中進系統 目前由醫療組是由我們貴森局所組成 負責災害現場緊急救護 目前是我們看到是我們獄警三難搜救隊 台南市政府三月指教在新法区辦理萬安37號 災害風球演習由市長大青棣丹任指揮官 結合政府及民間組織主宣團體的力量 營運地當天災可能大來的災害 劉智長在演習期間專程清除座營指揮 亦以順時所有參加萬安演習的單位 並且聽出國軍兄弟占對救災機構收作的幹部 透過這個演習的項目 展現本期看区災害快速支援隊的力量 此中備為多功能工兵車 平時附有資源災害救援及軍事工程整建整任務 具有產絕、挖掘及載運之功能 暫時可伴隨資源機腳部隊族行工事構築 與主角設置之主要裝備 這次的萬安三十七號演習 特別選定在台南市落掉地震斷層 待機它的新化區古行 劉智長表示 地震斷層待機它的新化區古行 地震的發生不像風災 也就是說超大火的天災 可以屬先有切 只有提高專體市民的風災 和危機意識 公安事為做好萬全的準備 這麼有可能票也不用在海的發生 今年我們演習的題目是地震 這個也是第一次我們想定這個題目來做演習 剛剛好也是中央指定的題目 因此我們非常期待 除了我們所有參與的演習的人員 一定要好好拿出我們平時的訓練 在這次做最好的表現以外 也尚請沈中將 沈中將 還有各位統裁官 各位平和官 給予我們指教 讓台南市在災防 防救的演習方面 能夠做到最好 演習如同促進 透過兵器推演 和士兵演練的操作 不但可以提升財政演化 經濟作業的狀況模擬 竟然可以自由指揮定數的見隔 實施各項標準作業流程 讓真的災害發生的時候 減輕損害到最多 是一項非常寶貴的學習機會 在地震發生後 台灣高鐵及台鐵 是否受地震影響而停止 高鐵站是否進行疏散作為 何時可以恢復行使 交通體育副機長林岩成報告 經聯繫高鐵台南站 台南站表示 高鐵的新化區軌道受損 里克無傷亡 因為短期間無法運轉 所以將里克輸送到 接駁到嘉義站跟走營站 轉成其他交通工具 那該站也在地震發生後 立即啟動緊急應變機制 成立緊急應變中心 指揮營運跟維修部門 將協助 將里克做疏散 跟設施的維護工作 設施維護 恢復以後 就可以恢復停止 三年來 國行貿合式的在海風球演練 市府團隊做好萬全的準備和訓練 加上不斷地學習再學習 建構一個安全目的大台南 保障市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因為都是市政的第一要務 市政府把今年的4月 劃定為地震 防災宣討業 非常佩服我們今天市政府 非常高端遠處做這樣的動作 其實地震在台灣這個地方 從來都不是來不來的問題 只是什麼時候來 發生的頻率 跟造成災害規模的大小而已 所以災害的防救工作 永遠沒有止盡 我們也非常期盼 我們大家能夠攜手 一起來敷衍這樣的災害 我們在最後 大概是感謝我們 賴市長北串林的團隊 還有我們今天省市長 我們希望這麼多年來 大家能夠來心心結力 來做這樣的災害 那再一次感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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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orит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